一排排正在做最後的屏管檢測 看起來像是新潮的緊掛式耳機 但其實它是助聽器 外型流線打破民眾對它的既定印象 這是藍牙耳機的概念 有的款式則是相當迷你 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有佩戴它 幾乎這個助聽器是完全隱蔽到耳道裡面去 一個線是為了方便使用的人可以把它拿取下來 不像傳統耳掛式的顯眼 在功能上也有所突破 和手機APP結合 讓助聽器可以透過雲端 做更細緻的個人化調整 這個聲音要大聲一點還是要小聲一點 或是它要小聲一點或是再銳利一點 除了聽損人士 很多老人家也需要助聽器 但出門又得花上許多力氣 現在只要靠手機連上網路 工程師就能幫你解決難題 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有藍牙的功能 藍牙的功能 很好的 請我有收到新的設定了嗎 能夠即時處理 這獨步全球的設計發明 也讓業者抱回一座專利發明大獎替台灣爭光 並且在幾乎被歐美大廠佔了快九成的助聽器市場中 殺出一條血路 我們的雲端中心可以服務這個無限大的一個客戶 所以我們的服務成本相對會降低 沒有繼承家業卻跑去做助聽器的發明 吳志賢說這是他愛家人的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那這個妹妹她從小就有這一個聽力的障礙 產品沒有太多的選擇 所以這個使用者她也只能夠接受當時這樣的一個助聽器的狀態 因為感同身受 所以才能把助聽器改造的越來越人性化 也造福更多人 他的功能是非常大的